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先討論天文台曾發出特別提示 估計今天珠江口一帶有機會有大罩雨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討論 基本上大家知道這場的世紀暴雨的雨量已經打破紀錄 相關的消息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邊商也說說清水灣有個位置又生來傾斜 據報又有獨立屋是有即時危險需要疏散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天文台發出特別提示 珠江口一帶在今日間中會有大罩雨和雷暴 市民是要提高警覺的 報導幾內文提到天文台在9月10日即昨天下午 發出過特別天氣提示 只受到低壓吵影響 廣東沿岸海域持續有雷雨發展 預料珠江口一帶 說在今日的日間都會有大罩雨和雷暴 另外山泥傾瀉警告仍然生效 市民應該保持高度警覺 以上連HK01的報導 天文台在昨天發出過天氣提示 現在說昨天和今天都會有機會繼續有大罩雨和雷暴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嘉欣昨天上午就有黃雨 結果質魚沖又浸 黃大仙又浸過 零邊雙也說說相關的數據 嘉欣9月都未完 雨量已經打破1952年的紀錄 成為了139年以來最多雨的9月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世紀暴雨後本港年日仍然有罩雨 今年9月僅過三分之一 錄得的雨量已經超過897.7毫米 是自從1884年有紀錄以來 9月最高的紀錄 亦是天文台有紀錄以來 139年以來最多雨的9月 並打破1952年的舊紀錄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基本上經歷過上星期五的黑雨 大家都知道這場雨真的不少 當日礦仔在街外正正在農場上 基本上感受良多 這場雨過後有很多地方都滿目倉疑 甚至是拍攝短片的今天9月11日 星期一仍然還未稱為清理妥當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因為未來也有機會 今天再有大趙雨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又有山泥傾瀉 根據HK01的報導 大面積的山泥傾瀉 清水灣冬季的獨立屋 是有即時的危險 亦都需要緊急疏散 報導的內文看到了 日前世紀暴雨雜是網車 到9月10日 全港仍然有多宗山泥傾瀉 據了解 清水灣甘樹路 8 亦都要到得很亂 有大面積翁 miners 網上流傳的照片可見 疑似有獨立屋 év bac責落山泥的現場邊緣 和紅山半島山泥傾瀉 情況類似 警方表示日前9月8日晚上10時多接報 金樹路附近發生山泥傾瀉 面積達50米乘以100米 土力工程處和屋嶼處派完試冊過後 估計有即時危險 7名住戶都需要疏散 並帶同兩隻狗離開 幸好沒有人受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除了紅山半島之外 亦有獨立屋附近嵌山泥的情況 今次清水灣 據報黑雨過後 香港接到山泥傾瀉的地方越來越多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若然住的地方是靠近山邊的話 也要留心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銅鑼灣非天琴佬疑似墮樓 送院搶救不至 現場檢獲是大鐵展和背囊 報導的流氓看到 銅鑼灣在昨天發生墮樓事件 下午1點半左右 警方接獲報警 指尼原山道21號傳出 一聲巨響 其後發現有個男人 倒臥在一間標行的後行位置 懷疑他從高處墮下 事主陷入昏迷 救護員到場 隨即將他送往瑪麗醫院搶救 證實不至 據了解死者28歲 是泰國籍的 警方在後行 發現一把紅色的大鐵展 也在天台發現一個背囊 初步相信 有人企圖行涉 其間墮樓 將案件列作 企圖爆攝處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儘管是賊也好 都怨死者安息 據報當時的他 應該打算爆洩 誰知爬槍的時間 就不小心墮樓 現場檢獲了大鐵展 和背囊 另外也提及這宗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六名惡殺闖進大圍的茶餐廳 搗亂 打爛桌椅的掠走財物 警方拘捕了一個17歲的少年 報導的內容提到 在日前 9月9日晚上9時44分 警方接獲大圍一間茶餐廳 55歲的職員報警 只有六個男人在茶餐廳裡 搗亂和破壞桌椅 其後掠走了茶餐廳裡的現金 等等的財物 過後逃去無蹤 案件列作刑事毀壞和盜攝 警方經深入調查過後 在昨天9月10日 在沙田捕了一個17歲的本地少年 他涉嫌刑事毀壞和盜攝 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茶餐廳無緣無故被六人衝進來 搞事 結果經過一天的調查 警方拘捕了一個17歲的小孩 未知主謀是否繼續在逃 令人想知為何進入茶餐廳搗亂 還是隨機 暫時未知 仍然有待調查 令人想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大潭水壩排紅 很急 很像瀑布 市民來到現場拍照打卡 不過網友不賣帳 鬧爆 說這樣出事又要麻煩消防員 報導的留言 網友看到 天文台在昨天早上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網信流傳影片 話說有市民在昨天早上前往大潭水壩 拍攝瀑布的景觀 引來不少網友的不滿 批評在天氣不穩的時間 到水壩拍攝是自私的行為 如果不小心滑倒的話 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就說下雨仍然走水壩的人 幼稚到順老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張照片很漂亮 說後面很磅薄 不過有沒有想過 若然出事又是報警 又是叫消防員來冒險救人 結果相關的照片和行為被網友罵爆 另外也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是否沒品 暴雨之下私家車直產水壩 年輕人慘遭剪中 網友質疑或屬於違法 報導的內容提到 本港天氣連日都不穩定 即使帶上傘外出也好 也未必可以保證不會濕身 有網友近日上載車鏡片段 顯示有私家車在雨中疑似 故意不減速 直駛到路邊不平處的水壩 展起的水花全部都撥向 其中在馬路邊正在等巴士的年輕男子 後面有女途人走避的時間 更加一度跌倒 不少網友都覺得私家車司機 很離譜 狠批他的駕駛態度惡劣 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 更加質疑他的行為 或者已經觸犯了不小心駕駛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個私家車司機都離譜 看他的褲子真的特意 看到他的水桶也不減速 結果令到有人全身濕透 兼且有人滑低 相關片段在網上廣傳當中 有網友認為這個司機 已經觸犯了不小心駕駛 可以控告他 估計已經有人舉報當中 未知會不會有夏文 希望有夏文 懲治一下這些人也好 即是你特意去刷水桶有什麼位置 當然他可以說不知道 不過客觀的效果 是令到相關的行人路段 有人滑低 亦都有人全身濕透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